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德国科隆的一家公园里 今天天气非常好 所以出来走一走 坐一坐 德国的夏天其实非常舒服 白天一般很难超过30度 比如说今天最高气温是28度 再树一下可能只有25、6度 所以非常的舒服 德国的夏天呢 我觉得有点像咱们中国的云南 贵州的高原地区 比如说像昆明啊 贵阳 白天真的很难超过30度 晚上呢很难超过20度 连空调都不用 一年可能只有十来天半个月 可能会超过30度 超过32、33度 德国就叫死了 太热了 怎么怎么样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 我使用了几个月了 深度求索Deep Seek 就是广东那个梁文峰 它提供这个平台 使用这几个月我来说说 有很多小的那种不是蚊子 不咬人的 特别多 我就来说说 我使用Deep Seek的感受 首先从这边来说啊 这个平台我的使用是 有这几种情况 一个是当一个搜索引擎 因为我发现你问它 它无所不知 所以呢你问它什么东西 搜索引擎 是非常有用的一个 另外一个呢 做一种在线的翻译软件 因为呢它有手机版 它也有电脑板 所以呢使用起来特别的方便 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 第三个的作用呢就是相当于百事通 你有什么东西不懂了都可以问它 都可以查 比如说啊 现在很多的那个病 今后我觉得都不用看医生了 你就直接问深度求索 比如说你把你某种病的那个症状 把它写下来 然后问它有什么好的方法 使用哪些药等等等等 它都会一一告诉你啊 我觉得比那个医生可能讲得更详细 而且它是把所有的东西 它一步一步它都写下来 另外一个呢 这个深度求索有这个好处 它就思考着线路啊 也讲给你听 所以呢你就很容易的理解 它为什么是给你这样的建议的啊 因为它在思考的时候 你就可以观察到它 对吧 所以这个思考这个线索啊 它能够提供你 这点我认为呢 要比那个CHATGPT要好多了 过去因为我妈妈 她卧病在床 所以人老了 八九十岁了 有的时候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 瘫痪 也不能去看医生 而且她已经无数次的强调 她说她再也不想去医院了 那我就尊重她的那个想法 有什么小的毛病的话 我就问深度求索 比如说她皮肤什么搔痒了 皮肤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什么咳嗽了 我都问深度求索 然后深度求索会给出 特别详细的所谓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用什么药 用多久 她都会告诉你 我觉得这点真的特别特别好 然后呢 我就按照深度求索给我的建议 我就在比如说中国那个网上啊 不管是在药网啊 还是在中国的那个拼多多上面 都可以买到特别实惠的药物 然后这样这样可以帮助我自己 可以帮助我的母亲 我觉得这样一个 那个人工智能工具 真的非常好 前面提到 就像一个搜索引擎的吧 也是包括我刚才说的摆石筒一样 我现在有任何不懂的地方 我一定会首先问Deepseek 还有一个 我也提到 它是个翻译软件 我使用的翻译软件 其实很多的 因为我的工作 咱们这个频道 很多情况下 你看德国 看什么其他国家 外文的媒体 肯定需要翻译软件工具的帮忙 因为我不可能看一篇那个文章 全部及时都可以翻译出来 毕竟呢 还要主持造句啊 然后很多东西 你要思考怎么样才能够用中文 最好能表达出来 加上我已经离开中国 已经30年了 平时呢 很少使用中文 所以我中文思考的那个速度 绝对没有你们在国内那么快 还有呢 我很多词汇 因为不使用它已经忘了 或者这二三十年 这个中文的词汇又创造了 生成了很多 所以这点呢 我平时其实 我的中文还是有点吃力的 这也是为什么 其实我做这个频道 需要这翻译软件来帮助我 说实话啊 我没有那么伟大 而这个深度求索 自从我使用它之后 我就觉得 对我的翻译之外来说 有个质的飞跃 真的是这样 有个很明显的对比 我原来使用的是谷歌 平时呢 很少用百度的翻译软件 或者百度软件 一般搜索引擎在西方 我们只能用谷歌 而且用惯了就 比较习惯用谷歌了 也不太喜欢用百度 我尝试过使用百度 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不是很满意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 反正是我个人的经历 我觉得不太好 因为百度呢 你搜索什么时候 没有像谷歌给出你的 那个那些结果 谷歌给出的结果 它一般是没有什么广告的 有时候有广告 但是这个广告呢 没有像百度 那么具有 咄咄逼人 具有侵略性 因为百度的广告 它是非常的烦人的 对不对 而谷歌相对来说 稍微好一些 或者是好太多了 另外呢 谷歌它给出的那个结果 我认为是有地方使的 百度给出的结果 它很多呢 是出于赚钱的目的 它可能很多是 比如说 把你引导到 有广告的地方去啊 或者是 某个什么 某个在线的平台 某个在线的网站 卖东西的等等 反正就是它 还是我觉得 百度以赚钱为主 我是这样猜 可能哪个哪个人 哪个公司付了钱 打广告 就排在前面一些 我认为是这样 也许我是错的 这只是我使用了几次 百度和谷歌之后 我对比的感受 所以最后呢 我还是放弃了 使用百度了 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才使用百度 其他我都是用谷歌 对不起啊 我不是帮谷歌打广告 我在海外 因为用谷歌用多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一个是习惯的问题 另外一个呢 是确实呢 我使用之后得到的结果 搜索的结果 我认为呢 谷歌要比百度 我私人认为更好一些 好了 那我们返回到那个谷歌 我使用谷歌翻译软件 我在使用 Deepseek 深度求索之后 可以大胆的说 深度求索 它的翻译质量 我觉得是高出 那个谷歌数量级 觉得是这样 不信的话 你们可以翻译一段文字 然后自己对比一下 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所以光从翻译 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Deepseek 深度求索 是一个极好极好的 可以帮助你的生产力工具 真的是这样 我可以说吧 现在少了深度求索 我就觉得 好像我这个两只脚 两只手 好像就是缺胳膊少腿了一样 我就必不可少的对我来说 深度求索真的对我来说 已经是必不可少的辅助工具了 这是我对深度求索 最满意的地方 那就是它的翻译功能 听说它可以写什么文案 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什么东西 我这点不知道 因为我目前为止 还没有用到写文案的东西 但是前面我也说了 就是深度求索 它是一个很有用的搜索引擎 比如说你查找什么东西 你真的问深度求索 它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什么都知道 以搜索引擎来说 它也好过谷歌 唯一不好 我现在讲到不好的地方了 也许你们在国内没有体会到 有的时候我多无奈多无助 也多恼火 那就是深度求索 因为毕竟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要遵守中国大陆的法律 那中国大陆的法律可能就是呢 或者是平台自己吧 有个自审它的功能 有些那个关键词啊 只要你比如说我翻译的东西 含有这个关键词 那它就不帮你翻译了 它首先肯定会翻译 然后两秒之后就突然就消失了 它说对不起呀 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它就这样提示你 好几次 我觉得翻译其实挺好的 但是我想拷贝它的时候 就突然消失了 然后呢 我又让它翻译一次 然后呢 也是突然之间又消失了 或者半途的时候 它就突然又说 啊我们换个题目嘛 不能够讲这个话题怎么怎么样 反正让我挺失望的 然后呢 我悟出了一个规律啊 我发现凡是涉及中国 比如说中共的 还有涉及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 像这个特别是有习 或者习近平在里面 一般他都不会帮你翻译 只是你是比较正面的东西 可能他也不会翻译 如果是负面的 他就更不会翻译了 因为我是翻译德国的媒体吧 你们也知道 德国媒体大部分对中国的报道 都是负面的 对吧 又加上什么什么民主自由啊 加上什么独裁 像独裁这种字 又加上与中国 或者与习近平排在一起 那妥妥的 他肯定就会 这个自审功能就马上出来了 然后呢就过滤了 不会给你翻译了 这是我觉得最讨厌的地方 非常困扰我 但是我后来悟出这个规律之后 我就用其他迂回的战术 什么战术呢 比如说 如果里面还有习 或者习近平 我会用个张三 或者李四或者王五代替 如果里面有中国 那我就会用印度来代替等等 好 一般你用这样代替 或者习近平 我就换成莫迪 换了之后 一般就可以帮你翻译出来了 翻译出来之后呢 你拷贝了这翻译结果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名字 把它改成习近平 不就行了吗 对吧 是我用了几次之后 才悟出了一个道理 原来也可以用迂回的战术 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所以 人呢 还是不要怕困难 有困难的时候 总有解决的办法 这是我使用深度求索之后 悟出来的一个道理啊 所以总体来说 使用了深度求索之后 我现在极少再去使用谷歌了 只有在深度求索 达不到我的要求之后 我再试试 这个谷歌的翻译 或者 我为了万无一失 就是翻译出来的东西 没有误 因为有的时候呢 对深度求索 翻译出来的东西 我本身 我可觉得 对这句话 对这段话 我的理解就不是特别透彻 很多情况下 真的啊 深度求索 它的理解 已经超出了普通的人类 我是一个普通人 我认为啊 但是它的思维已经超过我了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特别伟大的 也特别让我感到害怕 其实我就觉得我会失业啊 深度求索 什么都解决了 还需要人类干嘛 对吧 这点我是比较害怕的 但是有的时候 它深度求索 其实它也会犯错误 比如说这段话 从比如说从德语来说 我理解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它翻译出来之后 我会简查一次 我发现它翻译的结果 它有错误 真的是有错误 然后呢 我就试试谷歌这边 它是怎么翻译的 然后谷歌肯定也翻译不出来 十有八九啊 是这样 深度求索 它的翻译正确性 要比谷歌要高数倍 它的质量要比谷歌真的高出数量级 大家不信真的可以去试试 我认为深度求索 是目前我见过最好的翻译工具 还有前面我说了 就是深度求索 它真的比人类更聪明 这点让我感到害怕 当然人类使用它 只要它不反人类 我就觉得是好的 另外一个呢 它有自省功能 过滤 它不帮你翻译 对吧 因为很有敏感词 还有第二个 就是它会犯错误 我经常会告诉它 比如说我叫它 把这段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中文 然后打冒号 然后就把那个外文 把它贴上去 它就帮你翻译成中文 但是你一定要检查呀 它翻译的不一定完全对 它甚至呢 自作聪明啊 它会把自己的思维带进去 而且它会加一些东西进去 它不会按原文一样 百分之百的 忠实于原文去翻译 所以你一定要检查 检查不对的地方 它偏有加醋的地方 你要指出来 你要告诉它 然后它非常有礼貌 它说对不起 我确实呢 比如说做了我的解读 我确实加了 不应该加进去的东西 它会道歉 然后它说 这是我修正过的 比如说翻译这个版本 你看看可不可以 它说非常感谢你的指证 怎么怎么样 反正特别特别有礼貌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现象 就是它特别喜欢加入自己的思想 然后呢 下次你就告诉它 忠实于原文 或者尽量忠实于原文 尽量少自己的解读 这样它下次呢 就稍微怪一点了 但是不久之后 它又会犯同样的错误 它又会加入自己的东西进去 这点你要不断地告诉它 让它学习 然后它才可能按照你的方法 按照你的教导 去做它本该做的事情 否则真的 它自作聪明的 这是我发现不太好的地方 另外不好的地方就是 它会加入一些 你并不需要的那些信息 比如说关于什么二战的东西 这段文字里面提到二战 比如说什么德国希特勒 他杀了多少百万犹太人 然后他会可能会加一段 关于那个屠杀犹太历史的东西 也加在你翻译的东西的里面 你不需要它 它也给你 所以翻译出来之后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翻译工具来使用 你一定要检查过仔细检查 否则会闹笑话的 这是我发现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 总体来说 一定要注意 Deep Seek 深度求索 是一个绝好绝好的 特别特别好的 目前我没有见过更好的一个 生产力工具 可以帮助你很多 但是它有缺点 就前面说的 它有自省的功能 有关键词 关于中国政治方面的一些敏感词 你不能使用 你有的话 要用别的词先代替它 然后再换回来 第二个缺点 那就是它会自己加入自己的思想进去 你作为人类 你要控制它 不能让它为所欲为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吧 反正我是非常满意它的 特别感谢梁文峰 能够提供给我们免费使用 今后我觉得如果是有这样的人工智能工具 有这样的功能 比如说你用关键字 或者用一些图片 可以生成视频 这样就更好了 当然如果是有这样的功能之后 也许我早就失业了 所以其实这个工具就是一把刀的两面 双刃剑一样 有好有坏 就看你怎么使用 而且我觉得人要不停地学习 不停地充实自己 这样才能不落后于时代 好的朋友们 今天本期节目 其实我就想告诉大家 我使用Deep Seek 深度求索几个月 我的感受 然后我的建议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使用过深度求索 那么你们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与我的想法 与我的经验好像比较类似呢 请大家在下面留言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见